大家好我是Alice 然后最近近视节快要到了 我想录这个视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于师父的感激感恩之情吧 就是遇到师父对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其实就是咕噜这个词的意思 就是驱散黑暗的人 我之前就是接触灵性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当我接触到灵性之后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亮儿的感受 就是天亮了 然后我后来就知道原来咕噜的意思就是驱散黑暗 就是天亮了 然后我就在讲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察到了 就是我的灵性的觉醒就是师父唤醒的 虽然他没有直接来到我的生命中 但是他让我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 在灵性上面有非常非常高的提升 以及我仅仅只是花了两个多月 我从对于灵性一无所知到接触到师父 以及就是完全的就是进入到师父的空间 我只花了两个多月 对所以所有这一切我都我都后来就有觉察到全是师父的安排 我就像是我就像是坐了一辆直通车 直接来到终极 然后这是我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个点 就是遇到师父对我人生来说的一个意义 以及对我人生发生的一个转变就是 他有让我意识到我需要怎么样活出我自己 我需要的过的是什么样的人生 我想要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生 而不是再像之前一样 就是接触到师父之后 就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 恩接受被压抑接受被努力 好像以前的那种日子就再也回不去了 反而就是跟师父链接越深 就会有体会到越来越臣服的一种感受 以及我最近有一个更深的跟师父链接之后的一种感受 就是我愿意就是拿交托出我的全部给到师父 就是因为师父就是宇宙 对于宇宙来说我能给到什么呢 我什么也给不了 所以对于师父来说也是一样的 就是对于师父来说 因为我们什么都给不了他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他给予我们的 就是一想到这个就是有非常非常深的一种感动以及臣服 就是是一种无法言表的一种感动吧 以及臣服之心好像就会很容易的升起 之前因为要修臣服这门课 所以我花了好多的时间和精力 可是当我 可是当当我跟师父说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成我这门课的时候 师父用了最适合我的方式来交给我这门课 他给到了我很多 嗯 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比如说我在做calling的时候 嗯 需要有结果 可是我甚至我都不去跟那个我关怀的虚然对话 可是师父就把他的结果给我了 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 直到发生了两次之后 我在某天早上练瑜伽 我就突然就连起来了 我好像总是需要发生两次相类似的事情之后 我就突然能够明白师父对我的良苦用心 就是我就发现我 我好像只需要跟师父说一句 我想要什么什么 师父就会给我 我 就我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 对他来说他都不需要 他只是想要让我去证明 我就是primation 我就是他 以及他能够给到我所有的这一切 这是我近期的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感悟 以及 嗯 就是当我成福 学完成福这门课之后 我就有 非常深非常深的一种感恩之情生气 以及成福之心生气 就是觉得有了师父之后我就有了全宇宙 就不会再被人生抛弃了 因为我有整个宇宙在支持我 在爱我 就好像 就好像 就不会再那么容易 像之前一样被更远模式所困了 以及 以及我有卡点 或者我有突破的时候 师父都会 所以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给到我答案 来帮助我圆满 尤其是在上完三集课程之后 这种感受非常非常明显 不管跟其他人的链接也好 还是跟师父的链接也好 有了 有了质的突突变 真的是超意识的突变 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师父给到的礼物 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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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师父 好的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也不像是�は 我想去那两个球领 互相 来到哪一家人的频道 那支阶